骨壳蝸牛运动结束后 这场社会运动的发起人李信长 决定在1992年宣布参选立委 很遗憾的是立委没有选上 还背了一身债 为了还债 李信长白天继续在学校教书 晚上就到市场摆摊卖锅贴 短短的几年时间 他摇身成为拥有300家店面 身价超过6亿的锅贴大王 尽管如此 已经晋升有壳组的李信长 依旧兴起台湾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市场 他认为从1989年的 无壳刮流运动到今天 已经过了20多年 多数的台湾人还是买不起房子 而居住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直指台湾已经沦为了炒房乐园 现在还有任何的问题吗 现在还是一家庭的化房吗 电话接到手软来登记租房的人 络绎不绝 请问等一下你要找房子 刘先生吗 无壳刮流运动结束之后 无株污者团结组织 将这股民间力量转为成立 崔妈妈租屋服务中心 崔妈妈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为了纪念社运参加者 矮末病人崔晨水晶女士 他就是参加了1989年 乌壳蝗牛运动的系列活动 特别是9月28号那场中正纪念堂的 百对家傲婚礼之后 参加结束之后三天 就在桃源平正假中过世了 崔晨水晶女士不懂什么住屋理论 只坚信人人有屋住是好事 无奈的是五万人走向街头 并没有撼动政府做出相对的回应 政府坦白讲他可以根本不用回应 民间有多大的压力 就怕是昙花一现 无住屋者团结组织 很努力地延续运动温度 他们跑到行政院前 举办蝗牛杯皮球赛 讽刺政府单位到处踢皮球 对高房价问题置若罔文 也到国态建设总部 说要问问蔡万琳致服之道 但媒体热潮逐渐消失 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隔年在号召群众 办夜宿中秀东路时 只剩几千人响应 粮草短缺 投入社域的能量也持续消磨 除了李信长老师 把第一笔赚到的卖房子 赚到一百万拿出来当这个基金之后 但每个月的房租 跟工作人员的薪水 持续每个月都在烧钱 也没有资源了 没有办法进行 我们应该在那一个晚上 赶快募集很多的钱 很多的资金 然后来充实未来的运动 可是我们那些研究生 包括我都很洁癖 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该去募款 觉得这样好像有练财的嫌疑 点点滴滴看在眼里 身为核心人物李信长眼泪了 1992年他宣布参选立委 就是开始为自己找台阶走下神坛 我也知道不会上 运动要有成效 而不是在那边要死附和的人 就这样搓着 要不我就走下来了 我就脱身了 因为那时候选完之后 我自己负债了七十几万台币 那是我一个老师 没有办法附和的 所以我当时我就记得说 我已经负债累累了 我不能再继续从事运动了 不再当社运的神主牌 摘下总指挥的光环 李信长背了一身债 回到凡夫俗子的身份 然而命运之神仍然眷顾他 我一边当老师 一边做生意看看 看看能不能让我解套 老天爷挺起我吧 竟然在这种不可能成功的条件底下 因为我还在当老师 竟然让我成功了 然后从此我就解脱了领求 李信长在中和摆摊卖锅贴 靠媒体推破助澜 竟然卖出了一片天 一点点报道 然后对我对生意是有帮助的 大家有可能记忆好奇什么的 那当然我自己也有 很认真在研发产品 基于这两个条件底下 我竟然能杀出同围 然后创下一点点小事业这样子 1993年李信长开创 郭天王国 连锁加盟店 甚至横跨两岸三地 采访当时他带着儿子 在美国打拼事业 尽管透过视讯 话里还是听得出 对台湾高房价的担忧 房价对李信长来说 已经不成问题 但他仍痛恨炒房风气 2014年民间团体发起的潮运 李信长依旧现身力挺 社会财务恶性重温配之后 然后呢有很多的年轻人 那其实是没有希望的 他没有希望 这个是对整个国家社会是不好的 我们要十家科生政治税 我们要十家科生政治税 我们要公共住宅 我们要公共住宅 他跟女众心长直指台湾防治成呃 我们那个持有住宅的税率 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 台湾呢在政策上 鼓励那些富人去囤积房产 你把那个住宅持有税 把它拉高 那一定会遭受到民众的反弹 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在七十几年前 就该这么做了 他没有做的话呢 到现在呢就太迟了 客增值税 涨价归功 落实居住正义 但牵扯太多人利益 蓝绿都不敢 历史供业造成台湾人难以买房 进而不敢结婚生子 蝴蝶效应引发的国安问题 已经成了台湾最大隐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藏 中文字幕 Maya